我再次祝贺埃塞俄比亚 或要加入金砖合作机制 埃塞俄比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方 十年来 中埃塞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 合作领域之广 成果之风 惠民之众 都走在中非合作前列 我提议将中埃塞关系提升为 全天后战略伙伴关系 双方要不断巩固友好互信 深化务实合作 做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全天后朋友 和促进南南团结合作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全天后伙伴 中国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专门 专门,因此 最后ク意的共同 会尔cia之恩 中国在国际公平正义的专门 专门中认出吗 对于圣经营许专门